Hello 今天想弄一下牆 因为我想做一个位置用来拍视频 其实我之前已经弄了一点点 像这些这样 弄了一些白色的砖 但我觉得不够多 原本是这样的 它是一块木板来的 我在上面装一些砖 因为我不想白坏了 后面有一些材料 这样就装一些砖 就比贴墙纸好 因为另外一边我也有一些白色的背 还有我有报警纸都是白色的 所以就做一个砖 那我就买了一箱这样的砖 这个箱是第二箱来的 这样 薄薄的 那有些人就会问 为什么你不会在淘宝买 我看淘宝一箱 人民币是三十多元 但是它不包运费的 然后就要运到来香港 运到来香港 我计算过那件事 大概估计可能是二百多元港币 其实跟我现在买一箱 一箱好像是二百二十元 是没有分别的 还有淘宝它有说到 是有机会会有坏货 那我之前安装了一箱 但是就没有坏货了 那所以我也觉得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就在香港买一箱砖下去了 好 另外要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个磁砖膠 买磁砖就得卖了 另外就会热溶胶枪 因为这个磁砖膠未必会很快干 那你要保持它一会儿 不要让它掉下来 因为有个重量的嘛 但是热溶胶架很快干 你就很容易粘住了 那这个也是用一个扫子 我也是用一个扫子 其实很简单的 扫一点点下去 那我尽量会在中间这个位置 还有你能看到 这里凸一点出来 要有些厚度的 那你等一扫下去 就会实一点 因为这块砖 它不是平的砖 它有一些粒粘的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油均匀 那接着要用一个热溶胶枪 就在四个角落桌上擠一点点 就是这样 好了 比如这里 其实最好就是预计你的距离 有另一块砖的 但是因为你砖得多 我们大概知道的距离也好 就已经可以了 按一按一按 热溶胶架很快干 我按一按 它就粘住了 好了 接着我就要割开一格格 因为之前我就这样砖 砖了下去之后 发觉原来是平的 我又想去一些距离 这样一切 那就要割开它 但是 但是呢 割瓷瓷呢 是不可以就这样拿割的 那我专用那些很大 那些瓷瓷刀 那现在没有了 那我就 就找五甘普 五甘普说 你不如你做一两次的 你买把这些瓷瓷戒 那些这样啦 但是呢 这些构瓷呢 要先下去浸水 那起砖要浸过一晚的 那才有机会做得到 那我就量一下 接着呢 就在这里刮刀 对了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 是有一条痕的 它呢 不是 好像鞠的那样 鞠开它 它是刮刀的 刮刀的 那然后不是这样 不停地刮刀 刮刀 刮刀刀的 它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银开它 这样这样 浪高它 尽量贴着那边 然后一二三刮刀 那它就会 刮刀了一半了 这一排呢 原本我就没有刮刀 所以你发觉呢 我继续做下去呢 诶 这里变了直直了 那所以我就呢 这些孔位就开始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砌的话 就不要像我这样 就先砌了 那上面这个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在这 这个呢 这个位置呢 对了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呢 是我硬砍断钻砖 所以它就不齐口 就会变成这样了 当然因为这边是边 那我也算数了 不要理会它了 但是下面这些位置呢 我想填一些这些孔 令它好像 隔开隔开那样 那我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用这些工具去介绍它 不然这些位置 中间这些 就会很丑了 那继续装上这个东西了 打开隔开 baterai 台湾 8 4 3 1 6 8 那些灰灰的那些呢 因為浸了水 咳 所以等它乾了之後 它就會變回白色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裏 其實呢 它會有縫位的 你可以用填縫的東西填回去 那我也有買到的 但是呢 我看下遠望 其實好像有落和沒有落 應該分別不大 那就不要打擾這麼大的工程了 那不如我們嘗試放些位置 坐下看看怎樣 好了 完成了這棟牆了 坐在這裏 我也覺得頗滿意的 因為左邊和右邊都包含了這棟牆 而旁邊這些位置呢 都有一些凹凸痕 可以看到有些風格 但是旁邊這些呢 下面這裏呢 就因為不是落到底 有少少少穿泵 但是我又覺得呢 主要範圍都是我頭 上面這裏呢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希望大家都知道怎樣組裝 如果你想組裝的 都可以自己嘗試一下組裝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了我的影片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訂閱和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了我的影片 下一條影片再見 晚安